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用香菇做一个甲鲍鱼 也叫瘦鲍鱼 首先将洗净的香菇去敌 锅中水开,加入少许的盐 增加底味,倒入香菇,焯水两分钟 焯水的香菇,将它捞出来 然后给它锅一下凉水 然后将它挤干水分 然后给它切十字花刀,不要切蛋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剁一点肉末 然后再在肉末里面加入姜末 葱花,一点点盐 蚝油 生抽 胡椒粉 最后再加一点点香油 将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制十分钟 再在鲜肉的背面给它沾上一层面粉 可以增加它的粘性 可以增加它的粘性 像这样 然后将肉馅放上去,给它包起来 将它对折过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都做好 之后给它沾上一层蛋液 再沾上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油温五层二放入油锅中炸 先将封口的这一面放下去 防止它开面 平面炸好后给它拌面 炸好后将它夹出来 放入白日盘中 再来调个尿汁 加入蚝油 生抽 一小勺白糖 花椒粉 淀粉 再倒入清水 将它们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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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用香菇做的瘦瓜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感谢观看